就是先把他原来的这个成绩列出来 然后呢下方就显示什么 显示那个国文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取到小圆第二位 英文数学就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如果你用Excel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但是在Python里面你可能要想说 如果我换个环境 我是不是也能够做到一样的结果 OK那当然这个地方比较困难的点 就是我在讲的部分就是说 第一个因为不同的成绩 所以你势必怎么样 要能够把这些成绩先读进来 那读的话一定是先读 一整一整行的资料进来 一整列 然后里面的话你可能要切割 那怎么切割呢 分别就把这些第一个 放在第一个串列 不过目前如果你只是计算 那个总分跟平均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不用处理姓名 但是如果你可能会有需要 我后面可能还没讲 其实可以再增加一个 最高分是谁 最低分是谁 国文最高分 国文最低分 然后你要把那个人的名字找出来 那这地方的话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List里面 有那个一个方法就是mini跟max 有没有 你可以最高最低 但是他只会抓到最高最低 可是最高最低是谁 你可能要把那个对应的名字抓出来 某某某 最高分是某某某几分这样子 不过后面这我想越后面越越难 那这个症状考题 我记得是有考类似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很灵活的去使用它的话 那可能考试就会是个问题 尤其比较后面类别 前五类是比较简单 有没有 后面几类 哇 那个复杂度就跟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我只是一个模拟的情境 如果你这些可以搞定的话 那考试应该会顺利 那怎么做 我其实我会想说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那我一直强调 串列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跟那个easeo一样 比如说这个就是姓名就是A蓝 国语国文就是B蓝 这个就是C D有没有 那easeo里面有很多蓝 那可是串列怎么办 没关系啊你就是这样我的习惯干脆的 就建四个空的串列 那名称叫什么 很简单 我就我的习惯我就把它想成easeo 就四个串列分别叫ABCD 那A是A蓝 B就B 这样好像比较好记 所以我的写法这样 这个我分享给各位 可能如果你们还有更好的写法 也可以想想看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先做什么呢 一样把这个有没有 因为我们是下载 路径好像会多一个这个东西 好像路径不要错 应该都可以读得到 那因为是从那个Google下载的 所以是YouTube 8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读进来 我就建了总共会有 因为有四个栏位 那我想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好记的方法 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什么 想象成它就是ABC三个栏位 就有点像我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ABC 就有点像那个easeo里面的状态 这样会比较好理解 那所以我就建 总共会有四个空的ABCD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它通通都读进来 并且做那个平均 总分跟平均 但是你读进来的同时 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会需要怎么样 需要把这些东西分别放进来 但是其实我主要是计算总分跟平均 我只要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数字就好了 就它成绩 所以也就是说我在读取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可以避开 因为这个是栏位名称 那我已经知道 预先已经知道有四个栏位 所以我第一栏不读 我就从第一列不读 我从第二列开始读 那读的话就读 把这个放在A的D append 有没有 这个append的到C append的到D 有没有 这个是append的到A 那并且同时因为append的时候 因为我是用Sprint切割 所以它虽然是看到是一个数字 但是因为经过Sprint 它是会是一个自串 所以 因为你最后还要加总 要做用上加总 所以最好我是干脆的 直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直接就把它转型了 所以我第一个栏位名称 因为我栏位名称 因为待会我那个抓的时候 我是从第二列开始 从一开始 不是从零开始 那所以我先print 我就干脆把那个栏位名称 直接就把它print到上面 因为未来还是需要这个东西 接下来的话我从第一开始 然后B开0 就是那个栏位名称 一样的话到全部里面的东西 都帮我把它读进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分别怎么样 分别把里面的成绩读取 那一样print 是里面的东西 然后把 再来就是说一列里面的东西 一列一列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东西怎么样 做切割 那切割的话 这边就是我B开0 这个看到是 其实是直接从这边这一行 直接做输出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读 第二列开始 再分别切割 那切割的第一个怎么样 就放在A里面 切割的第二个就放在B里面 可是呢切割的过程 因为它spreit 经过spreit之后 它一定是前后的双套 以后要计算很麻烦 所以干脆怎么样 我就在 在放在那个B里面之前 先把它用int 先把它转型 当然如果你不转型面底下 你用散函数就没办法 你就可能要跑回圈 所以这个是一个取巧 然后分别的话就分别把 放A 放B 放C 放D 那因为最后一个数学会有多一个换行 所以呢就把那个最后那个换行 strip掉 不然的话你那个成绩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那就会有A B C D 四个串列出来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进去之后的话 当然我底下就 这几行我先把它mark掉 假如说我们已经做完到这里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分别把它print了一下 确定一下那个A里面的东西是不是ok的 print了A print了B 以此类的 我先print了A看看 你会发现这个A里面放什么 里面就放他们的 分别就放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名字嘛 然后B的话呢 当然就分别放它的成绩 但是因为我有经过转型 所以呢它里面的话就不会是自转 像A我没有转型 这里面有 B的话因为我经过转型 所以把它print了出来 你会发现里面就是像这样的层七 一个一个放 那A B C D都有了 后面的话呢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前面讲过了 那我底下是再分别怎么样 把这边先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分格符号 然后呢再来就是国文总分 因为是一个是那个整数嘛 所以呢我就直接用大瓜 应该还记得啦 那个format什么 大瓜糊有没有 一个冒号 然后加一个D就可以了 D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整数 平均的话呢 就是到小数点第二位 后面加一个format format什么呢 帮我加总这种散 把B加总起来 放在这里 把平均 平均怎么了 就是把它里面加总除以它总共有几个 有没有LEN 这样的话就把它放过来 分别的话 国文英文数学全部都跑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那个刚刚说的那个 这个print把它去掉好了 这个字有点太大了把它缩小一点 OK好 然后把这两行把它删掉 OK好 那我把它结果给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的就是我要的这个报表 OK好 先把结果输出 先print它 然后print里面的东西 然后一个分格符号 最后国文总分平均多少 分别列出来 但是呢这个这一题其实还没结束哦 后面其实你可以再试试看 不过后面的可能比较难 请你把那个国文最高分 国文最低分抓出来 并且把它显示在下方 OK 这个报表 反正老板要 你打个产品卖最好 卖多少 对不对 卖的情况怎么样 或者看趋势图 时间轴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然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做决策 对不对 所以这些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懂 就是说原来只有一个串列 现在变成三个串列 那串列这东西到底什么 我是把它想象成蓝 A蓝 B蓝 C蓝 这样应该比较好理解 不然以前如果不用这种理解 用那个其他的名称 我看很多人应该会分到 这什么东西 怎么贫困会多 因为我刚刚特别强 之前特别强调就是因为 串列 跟那个Excel最大的差别是 Excel是看得到的 那串列 是看不到的 所以怎么办 干脆就用想象 这样比较好理解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待会也会把这个 我写好的程式分享给各位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其实有点挑战性 但是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很轻松的就把它做出来 那就是你的功力 就是算国文 英文数学的总分和平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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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